和柳如烟订婚那天,金圈佛子从普陀山修行回来了。他盘着佛珠朝柳如烟伸手,一脸慈悲笑。如烟,和我走,他配不上你。一身旗袍的柳如烟喜极而泣,朝他跑了过去。阿燕,我终于等到你了。然后冷冷对我说,秦浩,分手吧。你只是个替身。宾客们都同情地看着我。我却只是轻轻地点头,不吵不闹。 他们不知道,今天是我被刘母雇佣当柳如烟男朋友的最后一天。五年了,我终于自由了。可是后来,他却后悔了。凌晨两点,我的手机来电话了。听到专属手机铃声,我瞬间清醒,娴熟地滑开接听见。和柳如烟在一起五年,我早就养成了秒接他电话的习惯。刚一接通,手机那头就传来吵闹的音乐声。我皱了皱眉头,如烟,怎么了?话音刚落, 一阵轰然大笑传入听筒。如烟,他还真的秒接啊。这可是半夜两点。如烟还是你牛啊,玉府有道啊。 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难怪他能舔到你。嘿,人家可是清华高材生,时间管理大师。下一刻,柳如烟充满得意和俱药的声音传来。 情后,我在老地方,半小时内来接我,然后直接掐断了电话。我不敢耽搁时间,拿起风衣和车钥匙,就冲出了公寓。二十分钟后,我到了柳如烟他们所在的酒吧。见我这么快就过来,柳如烟的小姐妹都发出惊呼声。 这速度也太快了,才二十分钟。柳如烟,等你哪天腻了,记得和我说一声啊。高冷学神这款,我还没谈过。柳如烟醉醺醺醺地朝他们摆手,没问题。等我哪天不要他了,就给你们玩呗。我听着他将我当成货物似的,轻飘飘转手送人,脸色没有丝毫难看。我从来都知道,我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心底到底是闪过一丝隐痛。五年了,我还是没能暖热他的心。 将风衣披在柳如烟身上。我扶着柳如烟上车,系好安全带。到家后,我将他抱回卧室。刚将人放下,柳如烟的双手,突然紧紧地圈住我的脖子。阿燕,别离开我。柳如烟抽气起来。我哪里不好了?为什么,你宁愿清灯古佛相伴,也不和我在一起?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嫁给别人了。我强忍心痛地,将柳如烟的手拿下来。柳如烟,你醉了。我是秦浩, 不是顾烟。然后,给他噎好被子,转身离开了卧室,去给他调蜂蜜水解酒。我知道,柳如烟一直拿我当顾烟的替身。顾烟是佛子,家世显赫,据说长相清俊出臣。他出生那年,顾家特意找了大师给他批命格。大师说,顾烟佛缘很深。因此,顾烟少时便开始接触佛经,果然悟性极高。 后来被普陀山的大师说为俗家弟子。柳如烟与他是青梅竹马。16岁时,他就和顾烟在一起了。原本两人家世相当,又是邻居,在一起是双方家长乐见其成的事情。可是顾烟属虎,岂是饿了要下山觅食的下山虎。而柳如烟却是鼠蛇。民间自古便有虎蛇相配不到头的说法。更严重点的,会有一个人被客死。两人在一起不到三年,柳如烟就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救回来。 后来找大师一算,说是顾烟克了柳如烟。如果两人继续在一起,柳如烟十年内必然出世身亡。柳如烟是齐母的独生女。得知两人在一起,柳如烟可能会死,立马勒令柳如烟分手。柳如烟不肯,但顾烟自责自己牵连到了她,主动提了分手。之后就去普陀山替发修行了。柳如烟从此一蹶不振。我大二那年,柳如烟在家休养一年后,回到了清华。看到我的第一眼,她的一眼。 她的眼眶都红了,脸上全是委屈。好像我们曾经认识,我辜负了她一般。但我那个时候,忙于学习和兼职,根本无心恋爱。所以绕过她,就匆匆离开了。第二天,她却是找到了我的宿舍楼下,开始对我展开热烈的追求。 同学里知道柳如烟身份的不少,都在那打去我这下,能少奋斗五十年了。可我当时对谈恋爱这种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事情,根本没兴趣。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允许,我把精力耗费在这上面。柳如烟有足够的底气,去玩一场恋爱游戏。可我却没有那个资本。 再加上我妈那个时候,刚被查出来有肾病。我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赚钱,又哪里有心思去在意柳如烟呢?就在我为肾源和金钱发愁时,柳如烟的妈妈找上了我。秦浩,你母亲的病和医药费,我会负责。我要你做我女儿五年的男朋友,随叫随到,保护好她。五年后,合约作废,我再给你五百万。如果她有需要,你可以越界,但前提是,不能让她怀孕。如果五年内,你能够让她爱上你, 五年后,我可以答应让你做我家的女婿。我答应了她。直到后来,渐渐对柳如烟动心,我才从她的姐妹们嘴里得知,她之所以疯狂追求我,是因为我和佛子顾燕长得有八分相似。柳如烟追求我,不过是因为我和顾燕长得很像罢了。柳如烟宿醉醒来后,我给她盛了一碗小米粥。柳如烟,吃完早饭,我们要去试订婚宴的礼服了。柳如烟拿着勺子的手一顿,然后有些异性阑珊的点头, 知道了。早饭后,我们去了婚纱店。柳如烟式的是一款挂脖旗袍礼服。剪裁得体的旗袍,衬托得她身段鸟鸟,优雅妩媚。五年了,柳如烟已经从当初那个爱哭鼻子的女孩,蜕变成成熟漂亮的女人。我穿着白色西装走到她身边,双手轻轻地拥着她圆润的肩头。柳如烟,你穿旗袍真美。我由衷地称赞,看着她的眼神发亮。镜子里的我们,男才女貌, 有着网友们醉磕的醉萌身高差,看起来好似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柳如烟却是看着镜子出神。她看着我,眼神带了一丝哀伤。我知道,她在透过我看另外一个男人。我勉强地笑了笑,然后朝她道,这件很漂亮,再试一下另外一件。柳如烟这才回神,然后拉下脸摇头,不了,我有点累了,下次再来吧。好,听你的。我没有勉强。柳如烟换好衣服后, 就有些烦躁地朝我道。秦浩,我想回家了,车钥匙给我,你打车走吧。我点了点头,温柔地叮嘱。好,你路上小心。知道了。啰嗦。然后接过车钥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婚纱店。柳如烟离开后没多久,我就收到了齐母的电话。秦浩,五年了,看来这个女婿的身份,你是做不成了。齐母淡淡地说道。我温声回道,齐总放心,我不是死缠烂打的人。合约气一道, 我会自己离开的。哼,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你的本身。说吧,直接挂了电话。我捏紧手机,有些颓丧地低头。和齐母签下合约后,我就答应了柳如烟的表白。 一开始是出自对齐母的沉默,所以对柳如烟随叫随到。可渐渐地,我还是控制不住地爱上了她。平心而论,柳如烟在恋爱中,是个很喜欢闹腾的女孩。 大半夜的,要我去买五十公里外的炸鸡,大夏天的,非要我带她看雪。一到下雨天就要,我站在屋檐下淋雨。 再冲进屋,湿漉漉地抱紧她。某次下雨天她喝醉了。我才知道,顾燕与她分手离开的那天,也下着大雨。顾燕当时头也不回地走了。 所以,她要我淋雨后,再回头抱她,就好像顾燕没有抛下,她又回来了一样。她一次又一次地,用她和顾燕曾经一起做过的事情折腾我。 为的,就是在我身上,找到顾燕曾经留下的影子。但我不在乎,我有足够的耐心,将顾燕在她心底留下的痕迹凿除。 我以为自己可以精诚所致,精识为开。可现在看来,好像只是我的自以为是。但我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 自欺欺人地想着,至少,某如燕答应了和我订婚。她那么骄傲的女孩,如果不是有一点点地在意我,怎么可能会答应我和订婚呢? 我的心底情不自禁地,升起一丝期望。半个月后,订婚宴到了。化妆的时候,某如燕开始频频看手机,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我以为她紧张了,连忙低声安慰。某如燕,放轻松,有我在呢。某如燕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不耐烦。 很快,订婚宴正式开始了。某如燕穿着那天似的旗袍,挽着头发,美的不可方物。 但我们俩刚走到台上,大厅门便突然被人推开了。某如燕眼神稀奇地看过去。 下一刻,脸上闪过浓浓的惊喜,眼眶都红了。 阿燕,你终于回来了。而大厅的尽头,一袭松袍的顾燕,手持佛珠,逆着光站在哪。 饶氏剃了发,依旧丝毫不影响他此时清俊的模样和通身出尘的气质。 他握着佛珠的手,朝某如燕的方向伸了过来。 低垂的眉眼,是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相。 某如燕,和我走,他配不上你。 顾燕提及我时,语气满是不屑。 某如燕眼眶寒泪,拼命点头。 提起旗袍下摆,就要朝顾燕跑过去。 我下意识地抓住他的手腕,脸上带了一丝祈求,某如燕,别和他走。 这是我们的订婚宴啊。 某如燕却是猛地挣脱出去,然后嘲弄地看着我,够了秦浩。 要不是,为了刺激阿燕回来? 你以为我会答应和你订婚吗? 分手吧。 你只是阿燕的替身罢了,现在他回来了。 你这个宴品,也该滚了。 然后头也不回地,顺着红毯直奔顾燕而去。 扑在顾燕怀里后,某如燕失声痛哭。 阿燕,我终于等到你了。 顾燕伸手紧紧地拥抱他,轻柔地替他失去眼泪。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回来了。 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们两人互诉忠诚。 而我,成了那个最大的笑话。 正品回来了,我这个宴品,似乎要无地自容了。 我看着他们紧密相依的身影,终是彻底死了心。 替身就是替身,我还是成了多余的那个。 片刻后,我翘无声息地离开了订婚现场。 离开前,我给柳总打了电话。 柳总,今天是合约的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两清了。 柳总在电话里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这五年,谢谢你了。 我冷淡地回到各取所需罢了。 从订婚现场离开后,我便回了自己的公寓,拿了护照,打车去了机场。 然后在路上将柳如烟等人的号码拉黑删除。 遇到柳如烟那一年,我再读大二。 原本我是计划不读研的,我的家庭情况,迫切地需要我早点工作赚钱。 但齐母找上我以后,为了陪柳如烟一起上大学,我就考了本校的研究生。 今年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可以开始找工作了。 齐母本来是想让我进她的公司历练的,但我拒绝了。 我知道,她心里其实对我也抱了一次希望。 是真心希望,我能够取代顾燕在柳如烟心里的位置。 可惜我让她失望了。 感情的事情,终究是勉强不来。 而就在前几天,我通过了国外一家金融公司的线上面试。 再加上有齐母,给的那五百万留给我妈。 现在,我可以无牵无挂地去国外上班了。 毕竟留在国内的话,多多少少的,还是会听到一些柳如烟的消息。 可我已经不想再听到有关她的一切了。 刚到纽约机场出机口,我便看到大学时的好友周游举着牌子,冲我拼命挥手。 秦浩,你终于来了。 我可是等你等得都望眼欲穿了。 现在我家里一伙人嗷嗷待哺地等着你过来呢。 我不禁笑骂,是等我做饭等了好久吧。 柳如烟吃饭胃口很挑。 为了照顾她,我特意去学了厨艺。 几个朋友尝过以后,都敬畏天人。 而国外以西餐为主,他们吃不惯想念中餐也正常。 周游嘿嘿一笑,抱怨道,你明白就好。 你是不知道,这边想找到一个正宗的中餐馆,有多难。 再吃下去,我都要变成汉堡味的了。 我不由地轻笑起来。 路上,周游试探着问道,你和柳如烟怎么样了? 我淡淡地说道,掰了呗,她初恋回来了,我们就分了。 周游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别伤心了。 柳如烟那样的富家女,和咱们都不是一个阶层的,触不到最后也正常。 然后凑到我耳边神秘地笑道,今晚过来,欢迎你到纽约的妹子里。 有个漂亮学妹,据说暗恋了你好些年,平时根本约不到他人的。 结果一听说你来了,人家马上就来参加这次聚餐了。 你可不要错过了,晚上好好地给人家露一手啊。 我听了有些惊诧。 这五年我,基本是,围着柳如烟转的,根本不曾注意过身边的其他女孩。 不过,我现在倒也没什么心思,重新开始一段恋情。 跟着周游,到了他租的房子后,才发现,这次来了好几个人。 几人很快自我介绍了一遍。 秦学生,听周游说,你做饭是一绝,我们就厚着脸皮来蹭饭了。 几个男生笑着朝我说道,是啊,本来是该给你接风洗尘的,结果还要你亲自做饭。 其中一个漂亮妹子,则是嗓音温柔地朝我道,学长坐飞机累了吧,要不要休息一下再做饭。 我以为她,就是周游说的那个女生,只看了一眼,就收回视线。 然后摇了摇头,不用,食材你们不是,都备好了吗? 我做起来很快的。 来之前,我就让周游提前处理好了新鲜食材,现在不过是直接上锅热油的事。 而且,我也不想来纽约的第一顿,就吃汉堡披萨这些快餐。 我进厨房后没多久,一道高挑的身影,就跟着我走了进来。 你好,我是方杰,刚才去卫生间了,才没第一时间出来迎接你,需要我帮忙吗? 对方问道,我回头看向她,却见方杰烫着一头波浪卷发,烈焰红唇,身姿高挑妩媚, 五官极具侵略性,是标准的龙颜系美人。 瞥了一眼她手指上的美甲,我摇了摇头,不用,我自己来就可以。 好,有事你叫我。 方杰笑了笑,饭菜上桌后,一伙人热热闹闹地坐下。 我以为那个温柔小女生会坐在我身边,结果方杰却在这时大大方方地在我身边坐下。 周游冲我挑了挑眉毛,露出一个暧昧的表情。 我不游地一愣,暗恋我的人,是方杰。 这晚,大家都吃得很痛快,也喝了不少酒。 醉得太狠地,索性直接在周游家的地毯和沙发上睡下。 周游早就给我收拾好了客房,因此我趁着自己还有意识,摇摇晃晃地朝客房走了过去。 结果刚倒在床上,却摸到了一头长发。 掀开被子,方杰红着脸看着我。 秦浩,我喜欢你十年了,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我彻底地傻了。 十年?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竟然有人默默地暗恋我十年吗? 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刻,我的心怦然而动。 在柳如烟面前,我永远是不被爱的那一个。 我卑微地祈祷着她的喜欢,可到头来,却被她轻易地泣如碧驴。 而方杰,我甚至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见过她的。 她却一直记得我。 就在我愣神间,方杰大胆又羞涩地上前抱住了我。 许事酒精影响了我的理智。 许事方杰的心意让我动容。 我回应了她。 宿醉醒来,我头痛欲裂。 却在抬手触及方杰时,身体一僵。 我连忙掀开被子,准备下床。 却在床单上看到一抹刺目的痕迹。 我顿时错愕不已。 我知道,我对方杰产生了刻板印象。 因为,她长得妖娆妩媚,看起来就像个玩咖。 我以为她就算暗恋我,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她应该也不会因为喜欢我就守身。 可事实却是,她长得不像良家妇女,在某方面,却根本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开放。 就在这时,方杰醒了过来。 见我愣愣地看着床单,她故意满不在乎地朝我道。 秦浩,你不用担心我会缠上你。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你请我愿的事,你不必接还。 而且,我还要感谢你,昨晚没有拒绝我。 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这样做,我很开心。 哪怕只有一晚,我也心满意足了。 说着,眼眶却忍不住地红了起来,眼泪啪哒啪哒地大滴往下落。 我顿时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下一刻,还是伸手轻轻地拥住她。 你别哭,我会对你负责的。 还有,谢谢你等我这么多年,老天爷对我终究没那么残忍。 柳如烟等了顾宴十几年,无视了我的所有付出。 可同样的,有一个傻姑娘也在默默地等了我十年。 我为什么要因为柳如烟就拒绝一个这么喜欢我的女人呢? 我也是有人爱的不是吗? 我和方杰在一起了。 确定关系后,我搬出了周游的公寓,在附近租了另外一套公寓,和方杰同居了。 和她在一起后,我才发现,她的本性根本没有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强势,难以接近。 她就像一个可爱的小刺猬,看起来充满了攻击性,可实际上却性子柔软温吞极了。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总是喜欢依偎在我怀里撒娇,用充满崇拜的星星眼看着我。 直到她说起过去,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是一个市的人,她高一就开始喜欢我了。 也是为了靠近我,她拼命地学习,就是为了离我近一点。 但高考那天,终究还是因为太过拼命发起了高烧,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 后来得知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了,黯然神上一段时间后,就在父母的建议下,出国留学了。 这些年,她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我,知道我和柳如烟分手选择出国,她便果断来找我了。 我被柳如烟伤得自卑敏感的心,被方杰一点点的治愈。 在她面前,我找到了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以及因柳如烟而丢失许久的自尊心。 我知道,我已经慢慢爱上方杰了。 这天晚上,方杰在忙自己的论文,我在一边帮她查资料。 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了过来,我皱了皱眉头,划开接听见。 然后就听上次那个对柳如烟说,还没谈过学生的女生对我说道, 秦浩,你去哪来啊?柳如烟喝醉了,你快来接她回去吧。 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方杰顿时神色紧张地看着我,表情充满了惶恐。 我心疼地抓住她的手,与她食指向扣,然后冷漠地对着电话那头道, 抱歉,我和柳如烟已经没有关系了,她喝醉了,你们该去找顾燕才对。 神经病?当时订婚宴闹得那么难看, 也没见谁在意过我的感受。 现在都分手快一个月了,居然还好意思打电话来找我。 挂了电话后,我认真地看向方杰。 在她当中当我滚的时候,我就对她彻底死刑了。 阿姐,现在的心里只有你,我是不可能会回头的。 你不用担心我会去找她。 方杰这才破涕为笑。 而这时,刚才那个号码又打过来了。 我不耐烦地皱眉,准备直接拉黑。 方杰却压住我的手, 还是听听她们到底想做什么吧。 嗯,我点了点头。 接通电话后,里面响起的却是柳如烟的声音。 秦浩,半个小时内你要是再不出现在我面前, 我们就彻底地完了。 你就算是和我闹脾气,也该有个限度。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等晚来一秒钟,我都不会原谅你。 以后你也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听到柳如烟这遗旨气势的话, 方杰却的脸都红了。 她没想到,柳如烟对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态度。 下一刻躲过我的手机, 声音妩媚的冲柳如烟阴阳怪气道, 不好意思气小姐, 秦浩现在我是男朋友了。 你以为自己是在集邮吗? 正品替代品都归你。 秦浩不是你呼之急来, 会之急去的狗。 你不珍惜的人, 我珍惜, 麻烦你, 以后不要再给别人的男朋友打电话了, 我会不高兴的。 方杰的话顿时叫柳如烟气得够呛。 你是谁? 敢这么和我说话? 秦浩, 你给我说清楚,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听到柳如烟的话, 我接过电话冷淡地说道, 秦小姐, 五年前答应和你在一起, 是因为你妈和我签订了一份合约,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你坐见我? 现在合约已经结束了, 我们以后再无瓜葛,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说吧, 我直接挂了电话。 答应和柳如烟交往那段时间, 正好是我最忙的时候。 秦浩虽然帮我找了最好的医生, 给我妈动手术, 但是为人子的, 又怎么可能完全放心呢? 我每天都在学校和医院之间奔波, 忙得像个陀螺。 人也是肉眼可见的憔悴, 眼底全是血丝。 但凡柳如烟关心我一点, 就该发现我的异常, 可她根本没有管我的辛苦疲倦。 每天不是让我陪她翘课逛街, 就是陪她去看电影, 或是去新开的餐厅吃大餐。 我根本不想去, 但是碍于合约, 却又不得不去。 后来我妈的身体好了很多, 我才渐渐有了空闲的时间, 有空陪柳如烟玩大小节和她的万能管家的游戏。 现在想想, 当时的我也是脑子进水了, 居然会对一个只会指使我的女人动心。 挂了电话后, 方杰一脸心疼地看着我, 气愤不已。 我一直以为你和她在一起过得很好, 没想到她平时就是这么对你的。 她怎么舍得这样践踏你的真心? 我轻轻地拥住方杰和她解释, 时君之路, 终君之事。 当时我妈重病, 柳如烟她妈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才答应和她交往的。 对不起, 我都不知道阿姨出事了, 要是我知道,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有机会这么对你的。 我知道方杰说的都是真心的。 她家虽然没有其家那么有钱, 但是在本地也算是小有名胜, 当时出手帮我绝对不是问题。 但万事难买早知道。 不过幸好, 我们现在还是遇到了彼此。 你有什么好说对不起的? 我该谢谢你这么多年, 一直在等着我才对。 阿姨, 你不必介意她, 现在我爱的人是你。 方杰听了我的话, 顿时脸都红了, 说话也变得结巴起来。 可眼睛, 却是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忍不住勾了勾嘴唇, 然后把桌子上的论文扫到一边, 将它放了上去。 中间电话又响起来很多次, 但我根本没在接听。 为了不让铃声影响到我们, 我索性将手机关机。 而我不知道的是, 见我手机关机后, 酒吧里的柳如烟气的, 将桌面上的酒和杯子, 全都扫到了地上。 然后给秦母打电话。 妈, 秦浩说和我在一起, 是因为你, 和她签了合约的, 是不是这样的。 柳如烟死死地捏着手机, 秦母不高兴地回道, 你这是在质问我? 没错, 秦浩母亲那段时间重病, 你又因为顾艳风模式的, 看到个长得泪式的就扑上去。 我怕你出事, 就让秦浩答应你的追求, 随叫随到保护你。 你们订婚那天, 是合约期的最后一天。 现在顾艳也回来了, 你还找秦浩做什么? 柳如烟听了秦母的话, 顿时嘶吼起来, 我不相信, 你们都在骗我, 你们都是大骗子。 说完, 狠狠地砸碎了自己的手机。 柳如烟的几个闺蜜见她, 这么疯狂的模样, 都纷纷尽若寒蝉。 谁能想到, 顾艳从普陀山回来以后, 居然在京市待了不到一个月以后, 就又回去了呢。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她回来, 是找柳如烟附和的。 柳如烟也一直在等着顾艳向她求婚。 可是顾艳却说, 她回来只是为了阻止柳如烟继续错下去, 不想她和不爱的人结婚。 但谁不知道, 柳如烟爱的人, 就是她顾艳。 她这么说, 柳如烟难不成以后, 就要一直等下去了不成。 而顾艳离开后, 柳如烟就和过去一样, 在酒吧喝得烂醉。 他们怕出事, 只好和过去一样, 给秦浩打电话。 结果没想到, 秦浩的电话竟然打不通了, 他把他们的电话都拉黑了。 直到借了服务生的电话, 才拨通了秦浩的号码。 但过去那个随叫随到的秦浩, 这一次竟然态度那么冷淡。 他甚至还交了女朋友。 就连他当初对柳如烟那么甜, 也不过是因为和奇姆的交易罢了。 这是他们根本没想到的原因。 圣诞节, 方杰学校放了三天假。 因为他好久没回国了, 我也有些放心不下我妈。 我们就准备回国看看。 知道要见我妈, 方杰有些紧张。 我不禁笑着安慰他, 放心吧, 你这么漂亮, 谁会不喜欢你呢? 方杰美好气地瞪了我一眼。 实际上他和我说过, 因为长相过于艳丽, 他从小到大都没什么朋友。 长辈们也不太喜欢他这种过于浓烈 和具有侵略性的长相。 所以, 方杰才很担心我妈会不喜欢他, 怕我妈觉得他不是个正经人。 但在我心里, 方杰是世界上最单纯可爱的女孩了。 我早就和我妈打过招呼, 会带女朋友回来看她。 所以, 我妈一看到方杰, 就乐得合不拢嘴了。 我的天哪, 听秦浩说女朋友长得特别漂亮, 我还在想有多漂亮吗? 没想到美帝跟电影明星似的。 我妈不停地夸赞着方杰。 方杰红着脸都不好意思了。 临走的时候, 给方杰塞了一个鼓鼓的红包, 这是阿姨的一点心意。 你别嫌弃。 以后你和秦浩在国外互相扶持, 我就放心了。 方杰笑着点头, 阿姨您放心, 我会的。 之后, 我又陪着方杰去见了她的父母。 方杰的爸妈是知道, 她早就有个喜欢的人了。 如今知道女儿得偿所愿, 我也是个高材生, 对我很适合且。 我和方杰的婚事, 也算就这么定下来了。 就等明年方杰拿到硕士证书, 我们就回国结婚。 出国前一天, 我约了国内的几个好友一起吃饭。 看到我身边的方杰, 几个朋友都送了一口气, 朝我露出祝福的笑容。 当天, 他们都是有受邀参加我的订婚宴的。 可谁能想到, 柳如烟会为了初恋气我而去, 把事情闹得那么难堪呢。 现在看我走出阴影, 找到了新的女友, 自然都替我开心。 就在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 柳如烟和她几个闺蜜, 也到了这家饭店。 看到我, 柳如烟脚步一顿, 随后踩着高跟鞋, 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 我下意识地将方杰护在身后, 看到我的举动, 柳如烟脸上的怒意更深。 秦浩, 这就是你新找的女朋友, 看着就不是个正经人。 你的眼光, 真是越来越差了。 听着柳如烟诋毁方杰的话, 我顿时怒火中烧。 柳如烟, 你给闭嘴。 方杰喜欢了我十年, 等了我十年, 我不选她。 难道还要, 选你这个, 把我当狗使唤的大小姐吗? 请你给我女朋友道歉。 我历声朝柳如烟说道, 柳如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片刻后冷笑道, 所以你选她, 只是因为她等了你十年了? 你根本就不爱她。 又嘲弄地看向方杰, 说到底, 你还不是捡了我不要的东西, 一个被我用过的东西罢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爱要, 就拿去好了。 看着柳如烟这副丑陋的嘴脸, 我的脸上浮现浓浓的厌恶。 我没想到, 柳如烟恶心起来, 这么的过分。 够了柳如烟。 我爱方杰, 胜过以前喜欢你的千百倍。 遇到她以后, 我才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 你不是已经选择了顾燕吗? 现在还非要来打扰我做什么? 不怕你男朋友吃醋吗? 现在请你立刻马上滚出我的视线, 这里不欢迎你。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答应了你妈的条件, 不得不舔着你。 这人真的是有病。 她真的以为, 全世界都得围着她转的吗? 我舔着她的时候, 她对我不屑一顾。 如今我有了喜欢的人, 不爱她了, 她却又过来捣乱。 这一次, 我可不会惯着她了, 也没必要惯着她了。 如果我任由柳如烟 当着我的面去伤害方杰, 那我还算什么男人? 柳如烟听了我的话, 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扮上后才拼命地摇头。 我不相信。 秦浩, 你还爱着我的对吗? 你故意带她回来气我的对不对? 我不是故意要和你分手的, 我只是, 我只是想拿你气一下顾燕, 我没想伤害你的。 听着柳如烟的话, 我冷笑一声。 齐小姐, 该不会是顾燕又不要你了, 所以你才想起我来, 想吃回多草了吧? 你说顾燕要是知道, 你为了我一个替身闹成这样子, 她心里会怎么想? 柳如烟的脸色顿时白了几分。 齐小姐, 你想脚踏两条船, 也得看看我乐不乐意。 我还没有那么见, 被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自尊。 现在, 请你离开。 柳如烟身体轻轻地晃了晃, 然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等他离开后, 我的好友才告诉我。 听说那个顾燕回来后, 待了不到一个月, 就又回普陀山修行去了。 你们说他这是图什么呢? 当时来抢婚, 搞得人尽皆知, 结果却又没有和人家结婚的意思。 什么狗屁佛子? 我看, 是渣男还差不多。 我只是握紧方杰的手冷淡得到, 管他们怎么想的, 反正和我没关系了。 就顾燕那六根未尽的样, 他就是在普陀山修行一辈子, 也修不出个花来。 当时来抢婚, 不过是害怕柳如烟会真的嫁给我罢了。 而柳如烟呢? 估计是, 由我这几年无底线的铁为衬托。 又被顾燕的再次狠心抛弃伤了心, 所以才又想起了我的好, 想回头找我了。 可惜他忘了, 当初是他让我滚的, 现在又想让我滚回去。 哼, 对不起, 我早就滚远了。 这一次, 我是不会再回头的了。 次年的十一, 我和方杰在国内举行了婚礼。 方杰本就生得漂亮艳丽, 穿上婚纱后, 更是美得让人窒息。 看着被岳父挽着, 朝我缓缓走来的方杰,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得厉害。 直到岳父将方杰的手交给了我, 我的心里, 才彻底地踏实了下来。 这一次, 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至于柳如烟, 听说他还在和顾燕纠缠不断, 找了新的替身刺激他。 不过, 这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我拿起戒指, 将他轻轻地套在了方杰的无名纸上, 然后直起他的手, 落下一个轻轻的吻。